季若晨 音音 上一次是我不对 你想打我 想骂我 都可以 只要你不离开我 季若晨 在吴近海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从此以后 我与魔君再无瓜葛 可是在九幽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夫妻是一体的 这一生一世 都有断不开的瓜葛 就算上一次在吴近海 是我的过错 只要你跟我走 你说什么都可以 算你错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错在哪儿 季若晨 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张音音生在西弦 长在西弦 从小就知道要维护天下大义 从前如此 今后更是如此 若晨 为了音音你回头吧 走 徐晨 徐晨 绐晨 徐晨 回头发 恐怕让你失望了 是 我 还不错 恶 徐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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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好 赵 祈 Ты放开我 你放开我 当然不能放开 放了 你又跑了 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你做你的魔君 我从此跟你再无瓜葛 你这样把我抓到这里来又是为什么 怎么了 是修罗塔要出事了 所以 我带你过来看看 九尘真的是疯了 三界即将生灵涂炭 居然还笑得出来 你不理解我 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离开我就行 你放开我 锦若辰 你放开我 我会放开你的 等我们见过该见的人 不过现在算算时间 他们 也应该到了吧 请 秦一 师父 姐姐 你怎么在这 还不是背这个口 我是带音音来看修罗塔出事的 这千万年来才有的奇特警官 我们怎么可能会错过呢 公子 不 魔君 是你胁迫了姐姐对不对 我这么喜欢她 我怎么可能会是胁迫呢 我是该叫你季先生 还是吴敬海主人 吴敬海都已经被你毁了 哪里还来的吴敬海主人 音音她一直觉得 是我毁了吴敬海 我做错了 我是不是该向你赔个罪 在仙界满荒之中 还有一座塔 若修罗塔入了仙界 那筑塔之人 便会利用双塔合璧之时 将三界的灵力 悉数据为己有 修成三界之尊 别说是你魔君 就算是把仙界所有的高人 聚在一处 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你毁了吴敬海 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你后悔吗 音音她现在已经恢复了记忆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这修罗塔已然出世 季先生 你不想想办法吗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吴敬海干 修罗塔出 这是结束 我们都无能为力 修罗塔开始稀释灵力了 季沃尘 我要去毁了修罗塔 你若是不愿意跟我去的话 就等着为我收拾吧 你要是去的话 我肯定会陪着你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傻丫头 还不明白吗 这小子设了个局 把我们都给骗了 我根本没有 改变过回塔的初衷 如果当时我要是回塔的话 那幕后的凶手 是揪不出来的 季若晨 你为什么连我都骗啊 对不起 娘子 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季先生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还不太明白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修罗塔的秘密 又是什么原因 建立了吴敬寒 阻止修罗塔的出事呢 待时机成熟时 谜题自然会解开 现在我只能说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过了 季先生以为天下大义 守护了千万年 也是时候该歇歇 好好陪陪师傅了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吧 可是此行危险重重 依依 你要不要留下来 你也知道危险重重 为什么每次一有危险 就要把我推开 我现在已经继承了 师傅的妖力 晋升为天狐 自然是要和你一起 去面对这件事情的 到时候 还不知道是谁就谁呢 好 那你记得 千万不要逞强 知道了 乌鲁锁锁 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告辞 反正什么事了 昊明和于云 他二人听信了孙谷的谗言 正向方设法请你 你赶快离开 仙将 诸 那正好 我刚要去会会他们了 这边是直通仙界的灯仙台了吧 这边是直通仙界的灯仙台了吧 我现在就去断了 这祸乱三界的根源 若晨 上面情况未明 你快回来 区区凡人 竟然也敢妄图 攀登天阶 这玲珑塔 是专为消解你九幽明明而至 姬若晨 受死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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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臣 你可还认我这个师父 弟子纪若臣拜见师父 师父 我已经找到幕后铸塔之人 不枉师父当日所托 太医上先 你野心勃勃 霍乱三界 现在还不束手就紧 子卫老儿 就凭你敢和我作对 不止他 还有我们 赵嬌 师父 师父 不要 师父 师父 行了 老火箭 打群架去 行 快 哈哈哈哈哈哈 华臣你住手 你常会懂或统魔的 华臣 别 救命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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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我把药带给你 祝你 一笔距离 我把药带给你 你不想 我把药带给你 你把药带给你 你再这样压下去 我就真的死了 苏珊 苏珊 没事了 别哭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凡人 我怎么可以承担这么重的任务呀 再说了 振兴我们西玄派的重任 不应该是长教来承担的吗 怎么可能会落到我头上啊 我啊 还是合适 在大沙漠里开一家客栈 然后自由自在地 也没有任何人管 娘子 你说呢 你都说成这样了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也只能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了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行 赌就赌 反正呢你要是赢了 我就少罚你跪两个时辰 跪两个时辰 这是什么 你当时瞒着我毁修罗塔的事 这笔账我都没跟你算呢 按家规这至少得规上 三天三夜 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的这家规啊 我说有就有 好好好 你说有就有 看到没 那个就是客栈 两个时辰 走吧 快走吧 爷爷 季先生都来了半天了 你怎么还不出来啊 爷爷 快点出来了 菜凉了 弟弟来了 宝宝看谁来了 睡醒了啊 睡醒了 见过季先生 不必多礼 哄孩子要见 真快乐啊 孩子这模样 长得像母亲 浓眉大眼的 瞎说 当然长得像我了 说什么呢 来 我来帮她喝话 来 我来帮她喝话 剧内啊 剧内 彼此彼此 同是天涯轮落人 来吧 喝酒吧 来 来来来来 好 嗨 嗨